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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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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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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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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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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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队 那在大气科学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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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被毙加带来的狂风暴雨 导致深沉的部分道路积水 不少树木倒幅 全市交警绿化等部门齐心协力 处置路面的险情 确保道路通常 截至到今天下午的四点 全市的绿化防汛应急队伍 已经处置行道数倒幅5200多株 断支4100多只 妥善的处理数线矛盾5580株 台风过境深沉风雨交加 部分道路出现阶段性积水 车辆驶过见起阵阵水花 沪南公路上乘排新栽种的树木 出现倒幅 而在聚野路上 倒幅的行道数不仅占据了主干道 还把周边电线一并带到 存在安全隐患 巡逻交警立即将道路进行临时封闭 同时通知电力和道路养护部门 赶到现场处置 约50分钟左右 大树被切割运走 道路安全隐患基本排除 而在延安高架路 宏许路西侧 两棵大树倒在扎道口 巡逻民警立即指挥车辆 绕道而行 大树倒下来 造成了我们延安宏许 西侧上扎道 道路封闭 包括下面的辅道道路封闭 绿化部门第一时间前来处置 约两小时后 岛福的树木被切割运走 扎道口恢复通行 树木岛福也让一些车辆遭了殃 在九亭镇九经路 一辆小轿车不幸被砸 消防队员合力处置 大风还吹倒了多处道路隔离栏 在松红路靠近天山西路 民警和市政养护工人齐心协力 将一处约160米长的隔离栏 扶了起来 这个护栏大概有600斤左右 然后靠我们几个民警的力量 是没办法把它扶正的 所以我们请求市政部门到场 帮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护栏扶正 而在嘉令新城盛兴路双丁路路口 约70米的道路隔离栏 扶在路中央 联勤队员和民警 共同将其扶起 并进行加固 大风还将一些不速之客 吹落地面 上午8点多 一台热水器从天而降 砸在五威东路 真金路路口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和车辆损伤 执行交警 指挥车辆绕行 环卫工人和道路养护人员 合力将热水器移到路边 一开始掉在当中 后来我们把它处理到 那个 靠近地化在这里 尽量不要去 随后环卫工人将 洒落的玻璃残渣 清扫干净 不到一小时 道路恢复通行 上海电视台综合报道 台风被毕加在给深城带来风雨的同时 也对电力消防应急维修等部门带来了考验 据统计 今天的零点到下午的四点半 上海物业服务热线共接通来电超过了一万个 抢修人员顶峰冒雨冲锋在前 为城市运行和居民的生活保驾护航 台风的强大风力导致一些树枝被刮落 引发电线短路 上午九点半 在凤贤区南桥镇体育场路菜场路交界处 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冒雨抢修电路 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之后 把现场围堵起来之后 找专业人来进行 把这个安全隐患来解除掉 经过半小时的紧急抢修 周边三千多户居民和商铺恢复通电 此外 位于白杜路的公交930路终点站 充电桩被树枝缠绕 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树枝锯断 再将充电桩清理干净 确保930公交正常充电 为应对台风被逼加 上海电力部门安排了 三千多名专业抢修人员通宵值班值守 全市共设有179个抢修住点 并配备了800多辆抢修车 60多辆发电车 以及60多台应急发电机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那么我们也处理了几起 便电站周边的大棚 易飘物的这个临时的加固 以及在里面一些户外设备的 一个松动后的一个临时的 一个加固的一个措施 由于高空作业需要等待 风力降低后才能进行 下午抢修人员开始修复工作 德平路上一根60米长的 十千幅导线被树枝挂断 导致周边数百户居民家中断电 晚上七点线路修复完成 电力供应恢复正常 据了解 全市因树木倒幅 异物缠绕等引发的 电力线路故障有800多起 目前超七成已修复 另外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次生灾害 消防人员也是加班加点 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位于金山区亭珠公路上的一家汽车修理厂 屋顶踩钢板被大风吹翻 停临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利用绳索对踩钢板进行加固 青浦区一居民家的玻璃顶棚也被大风掀翻 消防人员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冒雨爬上屋顶对松动的玻璃进行加固 约20分钟后加固完成 此外 消防部门对居民家太阳能热水器松动 空调外积松动雨棚松动等各类险情 做了及时处置 为避免自身灾害 房屋维修排险人员也加班加点 保障居民安全 有居民反映 台风被逼加过境期间自家雨棚受损 框架也摇摇欲坠 接报后 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 立刻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排险 这也是团队今天完成的第二实弹 连接部件其实也不是很牢固了 那么就是如果当时起大风的话 可能连接部位不牢固的地方 也会掉下来 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那么我们过来也是帮忙拆除 上海电视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有关此次防汛防台和救灾抢险方面的 更多内容 我们请到了上海市消防救援局 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卢霄 以及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处长韩兮 欢迎二位 首先想来请教一下卢处了 根据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强险救援的数据 到现在为止 我们全天一共接到了多少的警情 我这里有一份统计数据 到今天下午台风蓝色预警解除的时候 我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触警 二千两百一十八起 这个量基本上算平时的十一倍 其中在同一时间 就是这个顺时的峰值处警量 达到了八百 超过了八百多起 其中主要是因台风导致的高空排险 这里占到了一千两百一十七起 另外抽水排涝有三三起 还有救助人员有十起 建筑物坍塌也有四起 另外因电力故障和台风树木倒塌 导致的火灾 一些火灾情况也有三十三起 我们共计出动的车辆是两千四百五十一辆次 只占员是一千二百二十五人 我们在面对这个超量的警情任务中 我们也启用了我们的大化物量的接警模式 增开了一百二十二个接警席位 按照救人排险救助服务 这个分轻重缓急 分类精准调派我们的救援力量 最大限度提高接触警的效能 在今天下午的十六时 松江有三十个下地积水 有积水的情况 急需恢复交通 我们根据市房子的指令 派出了二十五辆次的消防排涝力量 这是从全市调过去增援的 那么也尽快帮助恢复交通 目前已经完成了十八个 还有十二个正在处置中 我这里刚刚也有一份最新的数据 就截止晚上九点半左右 我们全市还有973个警情的现场 仍有消防救援子弹员在现场奋战 这个值已经超过了白天的峰值了 所以晚上的警情量 可能由于市民已经出来活动了 发现了隐患或者说危险物更多了 所以现场的警情量更多一些 目前这个情况 从卢处刚才来介绍 我们可以感受到消防今天确实非常的忙碌 包括我们记者今天也跟随了 咱们的一个消防的指战员 一起在前线看到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参与救援的场景 一方面像您刚才说的 像这种的在这种的下立交排涝 是我们处理的一方面景情 您前面也提到了很多 今天我们参与的景情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 这样的一些景情 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做个分享 好的 相信这个大家在这个短视频里 都刷到很多 我觉得就是从数据上看 目前高空排险是我们的主要部分 占到了80% 其中比较典型的 像今天这个台风这个震大的时候 上午11时 这个淮海中路广告牌 这个砸下来 很多朋友都已经刷到 都已经看到了 但砸下以后 它还有很多残留的构组物 或者是这个正在悬在空中 对下面也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消防救援力量到场以后呢 这个马上对于这个进行这个 拆除和这个保障 像类似的案件呢 还有什么空调外积 花盆也好 雨棚 还有太阳的热水器等等 有坠落风险的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这主要是防止两个事 一个呢是防止次生灾害 那么这些东西可能砸下去 会砸上人 或者车辆 或者损害这个破坏建筑物 另外一个呢 是想尽快恢复交通 因为现在的各方面各个部门都到位了 发现这个以后 它会可能会对道路进行封闭 那么为了抢抓道路恢复呢 我们也会尽快把这个广告牌给拆除 另外一个呢 还有台风天气下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电力火灾的事 这个呢 因为电力现在这个老百姓都在家中 如果在家中您停电了 我们这个也是尽量 转眼时间恢复 同时呢 还有很多重要的民生设施 也是绝不允许这个电力的情况 发生中断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也是这两个方面 我们会着重的进行这个处置 确实我们所关注的都是民生 大家所关注的重点 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的出景的压力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种挑战 在这边 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景情 需要我们进行处置 那另外的话 从咱们的这次的处置来说 您觉得和以往的一些相对应的台风 或者说类似的极端天气 这样的一个处置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接到这个台风 这个做准备期间 我们这次就是已经按照一级战美的要求 召回了全市所有的在外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 就等于就是1.2名消防救援人员全部上岗 这在我们的这个近几年抗台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全市的这个下地交隧道 一击水区域以及一江一河的这个重点暗段 增设了38个分子灰点 108个这个前置置防点 并将我们的这个水域救援排绕的一些专业的力量 整进制的布防在这个能源密集区 重要设施 这个炎量也还有一些地式的低洼地段 同时我们也想一线的消防救援站 紧急调拨各类抽水棒 救援舟艇这个救援消防车 还有救生衣救生这些救生器材 以保障大家能够全力以赴的做好这个各项工作 同时呢我们在台风影响下 我们也紧盯了这个五类场所 比如安置点啊 比如这个四级两级重大工程等等 也加强了这个消防安全的检查 帮助这个管理方做好极端天下的火灾防范 准备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分了在这边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卢处这边已经介绍了 从消防这边来 今天就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参与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救援啊 包括这种的排除毒点的这样的行动 那韩所长您觉得 从今天的整个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防控面 或者说参与救援的各个单位来说 对于其他的除了消防的其他部门 比如说电力啊以及海市来说 对于他们的抢险工作 还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考虑 我觉得这次应该说是比较成功能的应对 应该说当然消防是主力军 但是其他方面我觉得包括我们的绿融交通 还有这个我们的住建 还有我们其他的这种商业等等 应该说方方面面都是形成合理 才能形成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还在继续深化当中 那其实现在在这个时间段 相信还有很多的一线的抢险人员 还在前方正在工作 就像卢树刚才介绍了 咱们的消防也在前方 包括前面说到了可能有一些 我们小区的电力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恢复 可能我们的市民还在焦急的等待 您觉得在这个时候有什么需要 告诉我们前线的这样的一些参与救援的人员 大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这么重大的灾害或者极端的灾害的话 其实它有的时候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也危险性或者风险也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太着急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地的人员回撤 那要回撤到工地的话 这工地应该具备一定的安全水平 你才能够进行安置 不是说是想这个马上回撤 又有一个过程 一定要把所有的隐患全部都进行排除了 那么刚才二位嘉宾 为我们先从今天的整个抢险的救援的方面 对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介绍 那么在被逼加过境深层之后 各项基础设施恢复情况到底怎么样 相关的情况呢 接下来请亚娜为我们进行介绍 好的 赵阳一起来了解一下 目前台风被逼加的中心已经离开了本市 对于道路交通的影响基本解除了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从今晚的八点起 解除了对于东海大桥的封闭管控 以及前期所有道路交通的临时管控措施 恢复了全市的道路正常通行 我们再来看到航空方面 受到台风被逼加的影响 从昨晚的八点起 上海的浦东机场和洪桥机场所有的航班取消了 截至到下午的三点 两大机场今天共取消了进出港的航班951架次 其中呢 浦东机场是577架次 洪桥机场是374架次 而随着今天中午被逼加的中心远离上海 两大机场下午已经恢复了通行 下午的1点43分 浦东机场首个航班进港 下午的2点38分 首个航班出港 而洪桥机场方面 下午的2点11分 洪桥机场首个航班平稳的落地 下午的3点02分 首个航班出港 我们再来看到 受到台风被逼加的影响 此前呢 上海轨交多条线路的部分地面高架段停止运行 而在今天下午 上海多条轨交的停运的路段 逐步的恢复了运行 下午的2点开始 轨交8号线 2号线 7号线 9号线 停运路段 逐步恢复了运营 3点开始 17号线 16号线 10号线 等多条线路 停运路段 也相继恢复了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6点20分 6号线 驱峰路至港城路站的区队 开始恢复了运营 至此上海地铁全网络所有的线路 均恢复了正常的运营 此外啊 本市的轮渡航线 也从今天下午的4点半开始 逐步复航了 我们再来关注到 就在今天上午的7点46分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接到了东方医院的产科预警 说是一对23周的早产的双胞胎 即将出生 预估的体重呢 都不到500克 属于超低出生体重儿 病情危急 急待转运 虽然呢 正值台风天 儿科医院在接到了预警电话之后 是紧急调度 集结了新生儿的诊疗中心转运队伍 迅速的出车 抵达了东方医院 将已经出生的孩子 转运到了儿科医院治疗 目前 两个婴儿的病情相对稳定 那么记者从本市多家医院获悉 虽然是遇到了强台风 但是医疗机构母婴服务不断 尤其是危重的运产妇 危重的新生儿的救治网络 始终在正常的运转 在台风被逼加的影响之下 上海地区的多个外卖和生鲜的电商平台宣布 从9月15号的20-20起 暂停配送服务 而随着台风的逐渐远离 这些平台已经开始逐步的恢复配送 订单的数量也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下午记者在河马先生配送区看到 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员工们正在为配送做准备 据了解 河马在下午2点左右陆续恢复全市门店的线上运营 下午3点 叮咚买菜奉险保龙站也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受台风影响 今天这里共积累了900多份订单无法配送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 平台也在下午1点半恢复了配送 我今天已经送了三人多单了 就想尽快把菜给顾客都送到家里面 让他们坐晚看 昨晚10点 美团外卖平台比平时提前两小时结束了配送服务 今天下午恢复配送后 订单量暴增4倍 位于胶洲路上的静安站 骑手们无意休息 全部出动 饿勒玛平台也在下午发布公告 表示配送服务正在逐步恢复 但由于订单数量积压 配送可能会出现延迟 下午3点 深城的街头和商铺也慢慢恢复了人气 虽然市区仍有犀利小雨 但被台风耽搁了一天半小长假的市民游客 已纷纷走上街头 还有不少市民趁着雨势稍小 赶来采工中秋食材 你顶着车来忙 我想你自己都要抢个拉丝 上海电视台综合报道 那么我们城市的各种的机能 以及运行的秩序正在恢复之中 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 那其实韩老师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现在城市的运行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到了现在是到了我们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您觉得通过了这次贝比加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实战大考 对于我们相关的整个城市运行的各个部门来说 有什么值得去吸取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这次本身的相当被变成这么一个极端的台风 应该是说对于我们上海超大城市应激管理能力的一个大的体检 那么这次我们应该说如果是从数字化转型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我们积累了很多的数据 比如说至少三大类 第一类是我们气象要素的数据 风速啊风向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风的风力的大小等等 第二方面呢是我们这个接触景的这些数据 不管是消防的话 我们还有1234512319962121等等 那么这些这个整个过程的接触景数据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数据资源 第三方面还有我们灾情暴送的资源 那帮我们把这些数据的话 完全在我们的一个整个城市数据化底座里面展开的时候 那它就是我们可以梳理出极端台风 以及上海城市反应应对它的数据化的体征 作为我们后续啊 运用大数据的方法 包括这个大模型的具体的应用啊 应该说能够提供很好的技术基础 这个非常重要 那另外其实韩老师我们说除了相当于从我们消防来说 是这种专业的救援力量 我们上海还有很多的民间的救援力量 您觉得在碰到这样的一种的大型的突发的事件的时候 咱们的民间的救援力量是不是也能够加入其中 在一个整个的我们的任性城市的建设中来扮演属于它的角色 原来的话呢 在今年的5月10号 我到那个金华去观摩过这个应急使命2024的这么超大 类似于超强台风那个防范的一个演习 当时的话感受很深 就是刚才和您讲的一样 它是由专业国家专业的队伍和一些民间的形成一个协同的力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打造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灾场环境 来合理的来分配任务 比如说消防的话 它应该是国家的话 既然显重最重最难的活 它来干 但是民间的话呢 毕竟它的战斗力和消防比还差的比较远 所以要它能够分配给它 它能够承担完成的工作 这样一来形成一个比较一个综合的一个救援能力 这样为我们才能够谈到任性安全这么一个层面 那从卢处从我们消防的角落来说 通过这样的一次实战的大考来说 为我们积累下了什么样的经验 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次考验的主要我们有两个方面挑战 或者说担忧吧 第一个呢是公共消防救援资源 会不会超负荷运转 就是它的承载能力是多少 比如这个景情量到达一定多少数量以后 这个就是消防车辆 或者是消防局人员已经资源吃紧 第二个方面呢 是我觉得子战员的安危吧 因为作为他们的作战行动安全 是我们每一名子战员都很牵挂的 特别是他们不是在救援现场 就是在去救援线路上 今天肯定都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那么这趟当中 每一期警情的是否安全处置 有没有会砸伤啊 会不会出电啊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作为一个风险挑战 在这里全力应对 那么从长远上来讲呢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要提高我们的这个战备等级 加快我们的快速响应能力 我们呢也在计划和筹备 升级我们的消防指挥中心 这一方面呢是主要为了提高 我们接近的这个承载能力 第二块呢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 城市消防站的建设力度 那么致命我们的消防站点 让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 能够更快时间到场 那么这一方面主要是提升 我们的处境和处置能级 主要这些 好的那最后呢 其实还想请教一下韩老师 我们说到前面 朱老师作为气象专家 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说普拉桑可能来了 那这个台风可能会影响 滑动的时间更长 但是因为两个台风之间的 间隔时间比较短 那可能现在我们有一些建筑 它已经受到了 这次台风的影响 那么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普拉桑 您觉得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 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还是要把这次 我们应该是说 在极端的强台风情况下 我们可能有很多清晨的感受 那么这次的话呢 可能后续啊 当我们再形成一个防范应对的 整个过程准备的时候 我们相信广大军的话 他应该不用过多的来进行 来宣传来推广 大家可以感同身受 应该说能够明白自己 应该怎么做 怎么来防范 好的 也非常感谢二位 今天做个演播室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贝比加来得猛 去得快 上海经受住了考验 面对可能的再一次的台风考验 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要继续提高安全意识 做好防护措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 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进入一线关注 近日奥运跳水冠军全红蝉 回广东湛江老家看望家人 无料引发了大量人群聚集在他家门口 有人围观拍摄 有人是航拍直播 更有旅行社推出了所谓的全红蝉老家一日游项目 让全红蝉的全家 甚至是同村的邻居不胜其扰 湛江市公安局麻张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派出了警力前往现场值班 随后全红蝉家围起了防护栏 并且挂上了禁止网络直播 禁止无人机航拍的警示牌 9月12号全红蝉时隔两年回到湛江老家 当晚他家门口就聚集了大量围观人群 全红蝉不得不喊话劝退众人 然而第二天一早 还是有人守在门口 更有人组团到现场高声合唱 有的人开始航拍和直播 有网友发现当地里有指示牌 提示全红蝉家的位置 此外网上还有不少 全红蝉老家一日游的旅游团信息 价格从58元到128元不等 由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 相关旅游产品以去全红蝉家打卡为主 外加周边的一些景点 我们说冠军在于归来 引发追星热潮无可厚非 但是不分日夜围观 不分场合拍摄 那就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肖像权了 追星也要尊重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和意愿 而对于无底线蹭热度 薄流量的人群 网络平台也要拿出针对性的措施 追星有边界 打卡不越界 对于大家喜爱的体育明星 不打扰才是最好的尊重和支持 好 我们再来关注到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 小长假的首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了1708万人次 今天受到台风因素等影响 全国铁路客流有所下降 但是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预计发送旅客1180万人次 计划加开列车604列 受台风被逼加影响 国铁上海局 广州局 南昌局 启动一级应急处置响应 同步启动应急预案 长三角铁路对今天途经 航台高铁 护坤高铁 河航高铁 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 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影响 适时调整列车运行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市集上海地区16日列车全部停运 国铁广州局今天停运列车28列 其中护坤高铁17列 京广高铁5列 京护高铁3列 杭申县3列 国铁南昌局今天对福建江西两省 去往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旅客列车 采取停运措施 为保障假期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各地铁路部门加强战车服务 强化陆地联动机制 西安北站积极协调公交集团 和出租车运营企业 方便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北京站新建一处重点旅客后车区 在售票厅增加休息座椅 北京西站在进站口设置爱新通道 即客通道 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民航方面 今天国内航线民航旅客运输量 预计超170万人次 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运输量 预计超22万人次 受台风影响 上海虹桥 浦东 杭州 萧山等多个机场 取消航班1600多架次 继续来看新闻 美联储定于本月17号到18号 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下旬表示 降息时机已到 几乎明示美联储将在9月 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降息 市场目前认为 美联储本月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 大于降息25个基点 近几周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美国经济正在放缓 美联储即将采取的利率举措 变得复杂起来 分析认为 较大幅度的降息 将使货币政策 更快脱离紧缩的状态 但是同时也可能传递出 美联储对于经济健康状况的 恐慌信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竞选集会遭枪击事件 刚刚过去的两个月 昨天 美国特勤局又在起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高尔夫俱乐部附近 挫败了一起疑似的暗杀图谋 警方称 事发时 特朗普正在自家 高尔夫俱乐部打球 嫌疑人持有一支 配有瞄准镜的AK-47突击步枪 躲藏在距离特朗普 约400米的灌木丛中 特勤局人员发现 从球场围栏中伸出枪口后 立刻开枪制止 嫌疑人随后驾车逃跑 稍后在乡邻的马丁县落网 事件中没有人员受伤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被捕的嫌疑人名叫瑞安劳斯 来自夏威夷 现年58岁 有多次前科 虽然登记为无党派选民 但近年来 劳斯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 政治行动委员会 进行了多次捐款 其发布的帖子 也似乎对特朗普有所反感 今天起 德国在其所有的陆地边界 实施管控措施 恢复护照检查 德国官员说 边境检查旨在 限制非正常移民 以及应对恐怖组织 和跨境犯罪组织威胁 德国北莱因 威斯特法伦州 索林根市 上月发生了一起 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了三人死亡 嫌疑人 为来自叙利亚的移民 德国总理舒尔茨称 该事件为针对 所有德国人的恐怖主义 德国政府随后表示 将加大力度 打击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 欧盟大多数的成员国 都签署了申根协定 申根区国家之间不设边界 公民可以自由往来 德国此举 也意味着 申根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 将出现事实上的 大规模的暂停 再来看到 昨天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 袭击了乙方的目标 而乙军则对黎巴嫩的南部 发动了空袭和炮击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表示 向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 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还使用两架无人机 分别袭击了两个乙军基地 以此回应乙军最近 对黎巴嫩的空袭 同一天 乙军再次对黎巴嫩南部 离真主党武装的 火箭弹发射装置 和军事基础设施 展开空袭 以色列方面 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 边境一个村庄上空 投放船单 敦促当地居民撤离 这是本轮巴嫩冲突爆发以来 一方首次在黎南部 散发撤离令 尽管军方对此辩称 这是一个旅未经批准 擅自采取的行动 但乙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天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以色列可能会升级 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军事行动 波斯普鲁斯海峡 将土耳其的亚洲和欧洲部分隔开 昨天 一名来自爱沙尼亚的运动员 挑战了高空走扁带跨越海峡 从亚洲出发前往对岸的欧洲 头顶是高空云海 脚下是绵延不断的车流 当天下午 卢斯站上高度约165米的扁带 开启这次特别的挑战 慢慢迈出脚步 不断调整姿势 应对风力 保持平衡 大约47分钟后 卢斯走过近一公里的路程 成功抵达对岸 高空走扁带是一项高难度的户外极限运动 卢斯已在世界级高空扁带赛事中拿下三次冠军 以上就是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朋友们再见 再见